大家好,我是嘉儀,歡迎大家收看我的Vlog 就是媽媽同學會 上次我跟大家說過,我們去看醫生 未必每一次都會跟你照超聲科 除非你去看私家醫生 在這個情況,怎樣算好呢? 其實也有方法 方法就是現在有些器材叫做Doppler器 可以讓你在家裡很安全地聽到嬰兒的心跳 不過在我介紹這個器材之前 我想跟媽媽和爸爸說一下 雖然這個器材很好,可以讓你聽到嬰兒的心跳 某程度上看看他們的心跳是否正常 但是有很多孕婦都是因為這個產品 自己在家裡可能聽不到心跳 或者她覺得她聽到心跳聲是很不正常的 跳得很不正常的 又或者你聽到她跳得太快 都會令到很多不同孕婦更加擔心 其實你有這個器材在家裡想安心聽到嬰兒的心跳 但是也有人會覺得有這個器材更加緊張 因為不知道自己聽到的東西是否正常 所以我也想說一聲給大家聽 因為這個器材如果你聽到一些不正常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立即尋求醫生的協助 但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這個器材始終是你又不是醫生 可能你聽到的東西不是嬰兒的心跳 所以才是那些頻率不正常 又不出奇 或者你聽到自己的肚子裡的風 你以為是心跳又不正常 又不出奇 所以最好看清楚這個器材的說明書 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可以經常跟嬰兒很親密的聽到她的心跳 加上有一點不說你們不知道 就是這個器材其實是很好的老公和嬰兒 老公和老婆的一個結合的產品 因為我每次用這個器材的時候 都是老公幫助我 每次我都有一個很溫馨很甜蜜的感覺 因為作為媽媽 我會感覺到嬰兒可能會踢我 或者我有些很悶 我會感受到嬰兒帶給我的感覺 但爸爸未必有的 所以他用這個 他自己親身自己控制到 咦 找到了找到了 聽到嬰兒心跳的時候 其實爸爸的滿足感都很大 而且他會覺得很聯繫 即是他和嬰兒也有那個聯繫 就不是媽媽和嬰兒有那個聯繫 好了 那事不宜遲 這個東西是怎樣用的呢 首先當然你就要去買一個 這個Dopler device 除此之外 你還要買一些Jelly的 潤滑劑 其實這些Jelly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其實市面上 Watson's 雅零 那些都有的 那這個Dopler device 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所以 我還未可以告訴他 在哪裡可以買 但我想很多洋房的地方都應該有的 OK 那怎樣用的呢 對呀 男士去買這些Jelly的時候 就可能有這些尷尬 其實都不有點尷尬的 沒有什麼的 Anyways 好了 那怎樣用呢 好簡單 那首先你就用這些Jelly 就是要把自己的尷尬 摘一點點在這個位置 摘一點點在這裡 然後再摘一點點在你那個肚皮 那裡 就是LOWER LOWER 腿部那裡 那裡 其實都不用用很多了 然後用法呢 超級簡單 其實一般的機器呢 它都是搏在耳機那裡聽的 那你確定有三個項目 就是第一 有電啦 第二 你搏了下去 第三 它是穿到 那穿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溫柔的 放在你的肚皮上面 慢慢去找那個心跳 那有有巧妙的 第一個巧妙就是 你不能太大力 不可以太... 壓得太大 因為呢 這個Pick Up Sound 是很敏感的 所以變成 如果你很大力 摘下去呢 你的耳會濃 因為是很大聲的 所以你真的記得 由細聲開始 慢慢地去聽 那慢慢找吧 你有幾個可能性的 我第一次就找了很久 才找到那個心跳 那又找到一個感覺很奇妙的 但是我有一次呢 找到自己的心跳 所以你... 你聽多些 就會分得出哪種是自己的心跳 哪種是嬰兒的心跳 基本上自己的心跳 就是慢很多的 嬰兒的心跳 就快很多的 以測試來說 嬰兒的心跳 在這裡有個螢光幕顯示 就是120至160下 每分鐘 我們成人的 如果睡了在這裡測 可能... 我看你有沒有平時做運動 可能60至80左右 然後... 嗯... 對了... 聽出來的聲音 嬰兒的心跳 是散一點的 是鼓鼓鼓鼓鼓鼓的 然後... 我自己聽到自己的心跳 是實一點的 是熟熟熟的 這樣的聲音 所以對了 記得分開那個心跳聲 不要以為 這麼慢的 其實是你自己測到自己的心跳 而且... 它摘起聲音 並不是只會摘起心跳 它會摘起你的腸的動度 你吞口水 消化 可能都會聽到 所以那些聲音 你不可以被它混淆到 不要聽到那些聲音 就覺得 哎呀!小孩子為什麼會這樣聲音 很害怕 千萬不要PANY 可能大多數你聽到怪事 都是因為真的聽到怪事 是與嬰兒的健康相關的 當然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當然去尋求醫生協助 對 大致上 很容易用 對嗎? 是找的比較困難 我第一次記得 我是在 這個位 左腹這裡 找到 然後我第二次 就在 右邊這裡找到 然後 差不多每次都在這個位置 找到了 就輕輕地放在這裡 然後 慢慢很細心地聽 就會聽到BB 的心跳 那 對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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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就是講到這裡 拜拜